有位观众在沙哈尔老师的公开课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我对自己要求非常高 经常会对自己做的事不满意 对自己不满意 完美主义会影响幸福吗 沙哈尔老师说 完美主义有两种 一种是Adaptive Perfectionism 适应性完美主义 这是一种正常的健康的完美主义类型 比如说在工作面试的时候 面试官问到 你认为自己的缺点是什么 有不少人就会说 我自己是个完美主义者 言外之意是 我是一个高标准严要求自己的人 我做事非常努力 非常认真 这种完美主义 是从巨大的努力中 获得成就的满足感 另外一种完美主义 是叫做 Mal Adaptive Perfectionism 非适应性完美主义 这种完美主义 对幸福感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非适应性完美主义的特点是 无法容忍不完美之处 这个达到了非常强烈 甚至过分的程度 如果不完美 就感觉特别的痛苦 这会导致一个人 非常苛刻的进行自我批评 极度的害怕失败 他会过分的关注于过去的错误 害怕犯新的错误 怀疑自己是否做了正确的事 那这带来的结果就是 不敢 也不愿意尝试新的事物 担心自己会犯错 会失望 会痛苦 而且呢 这些人呢会特别关注 别人是怎样看待自己的 那这样啊 这一个人呢 他就不能够去实现 他自己本来该有的这些潜能 沙哈老师说 他自己曾经就是一个非适应性的完美主义者 他在哈佛上学的时候啊 曾经非常的不开心 后来他学习了心理学 还专门写了一本书啊 The Pursuit of Perfect How to Stop Chasing Perfection And Start Living a Reacher Happier Life 翻译过来就是 追求完美 怎样停止追求完美 开始一个更丰富 更幸福的生活 这本书的中文版的书名是 幸福超越完美 那在这本书里呢 沙哈老师就讲到 自己在哈佛上学时候的那种不开心 他当时极度的焦虑 因为有一次啊 他没有拿到A 就会感到了特别大的痛苦 在这本书里 沙哈老师从四个角度来进行分析 他从接受失败 接受情绪 接受成功和接受现实 来讲述这种极度的完美主义 带来的危害 以及我们能够采取什么行动 让自己停止追求过分的完美 让自己能够更幸福 如果你也受到过完美主义的折磨 那我推荐你阅读这本书